在台湾 如果你没有听过她的名字 不但不可思议 你也代表落伍了 对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请到了浩瀚银河里头的天王巨星 张小燕小姐来共进晚餐 小燕姐好 小燕姐好 这是我上这个节目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总正找到一个主持人年纪比我大 不过你还选对了单元 还参加我们这谁来晚餐 最重要还可以吃的好吃的 每次都看到你们吃的好香 所以我今天来一看 简直不得了 好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菜 这个是华雅锦华楼特别为您设计的 这个是锦华大拼盘花篮香脆扇 这里是金鱼香菜心 你看每一个都像这样金鱼的样子 这个是火烧凤梨钟 我要点火的 我要点火的 这个火烧凤梨钟 我们每个人面前有一个莲花鲍鱼汤 莲花鲍鱼汤 当心啊 这样里面才可以热得起来 而且是代表旺的意思 旺来嘛 这是黄金火龙虾 因为我这个菜很多 最特别你看 我手上抓了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 这是金粉 现在日本相当流行 这是真的黄金的金粉 我要撒了这个上面 然后沾上不但有 哎呀都撒不到 你撒不到这个材料 撒到身上也沾一点黄金气 这可以吃的 吃了以后呢 对皮肤 对女性的皮肤相当的好 那剩下不要撒 可以小燕姐带回家 对对对对 往里头倒 等一下可以撒在衣服上 撒在衣服上 蛮重要的 这不容易来你们节 黄金 来你们节目要吞金要吞火 还有一道材是真正为您设计的 特别为您准备的 美容养颜 鲜果观艳中 哎呦 艳窝啊 对因为知道您常常笑 而且不能有皱纹 所以你要多吃这些 美容养颜 吞金吞艳窝 对对对 哎呦 香不香 真香 听说你最近要带女儿 到国外去移民是不是 是报上说的 不对报上说你知道吗 神殊谣言 我知道 要不要澄清一下 还是真的 预计是不是走 没有 其实没有 没有这么回事 只是每天看报道 都有不同的说法 你的消息 你也是看报纸 才知道 对对对对 尤其我爸妈这样 因为有的时候 没有碰到的时候 我爸妈会很紧张 说哎呀 你怎么要做这件事情 你这么重大的事情 都不讲一声 所以有一点点困扰 在台湾就像你刚刚讲 您要出国啦 或者是您要移民 居然是在报上才知道 你觉得进入演艺圈以来 什么样的事情 也是在报上才知道 自己要做这件事 我们在算公众人物嘛 公众人物总是 总是会有多多少少这些事情 不过我想 方方方最近这个 Daniel大概是真的 Daniel 我也是看报上才知道 这个Daniel 你也认识Daniel 我认识Daniel是小时候 小时候 是Daniel小时候 还是小时候 让他抓了这个机会 谈谈Daniel好吧 Daniel是一个 赵琳你应该真的多学习 真的啊 这个是谁来晚餐 黄方紧张起来了 Daniel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 很懂的一个男人 跟他在一起一定会很快乐 对不对 我不知道 第一次脸红了 要不要划点黄金 对对 给我吃一点黄金 是这样子是吧 但很多道理我都懂 但要做就很难了 对 不过小燕姐 你知道的这个 像Daniel这么样 善解人意 那你可不可以 谈谈你的另一半 我有什么优点 对 他就是不太讲话 你的成长 就等于是中国电视的成长 但是我们很少看到 你有怒容 有时候我在想 这个张小燕 这样成长过来 有时候你不高兴的时候 比如你再近捧一下 这个红灯一亮 你心里是非常不开心的 但你还是要把笑容 给观众看 你这样克服心理上的 这个一种心理上的障碍 这个其实是蛮重要 我也是跟很多新的人讲 其实观众看到你是希望你尽性的表演 对 Show must go on 要对你说英文 可是在做节目之前 一定有很多的不顺心的时候 那我觉得 如果你在做一个表演的时候 其实要克服一些 克服 有的时候 我记得我以前演戏的时候 可能剧本很不好 可能这个戏很不 也许下面演员 也许相处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上台来 我跟你演戏 我不喜欢你的话 但是在演戏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都 都要抛开 对对对都不重要 因为你不能在旁边打个字 说几个方方刚欺负我 所以这场戏我不要太看 这是不能够解释的 你也不能说导播骂了我 所以今天我不要太高兴地讲 我想没有观众会原谅你 小姐你踏入演艺圈这么久 自己有没有什么上台会不会害怕 或者有没有这种 有没有这种 有没有 再来点黄金 我小手还是冰凉的 真的耶 真的吗 我来 是冷吗 是有点冷 你看又有一个机会 赵琳摸一下我 我是芳芳给我一点勇气 我再吃点黄金 是不是因为刚吃了金粉 金粒就来了 我想这个 没有上节目前不紧张的 我觉得不紧张会让你很大意 就是会 这是大概我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给我自己的经验 就是我如果 在后台玩或者什么这样 上去没有准备的时候 你就很担心 永远担心后面 忘记会忘记 一刹那脑筋会空掉 那我比较希望就是 从头到尾知道 然后自己这样顺几遍 那么一定会出某些状况 那出某些状况的时候 还拿得回来 因为一定不可能 这样排得很完整 然后这样熟悉 不紧张会使你更自然 我觉得 您最近的动向 一直是大家很关心的 像今天你参加 我们今夜星光的 谁来晚餐 是不是有可能会在 我们台视的频道 继续地出现 这是老东家了 是吧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好不好 就用眼睛锁 眼神已经告诉我们了 这种事情 不是巴德路 就是高步南路 眼神是这样告诉我们 不是在谁来晚餐可以说的 不是我想这是互相的需要 就不是说我想来就可以来 对不对 那也不如说想要就可以做到 我想很多的东西是互相 对 自由 狼有情没有义才行 对不对 光没有义也不行 狼光有情也不行 找您您说对不对 您这对了我讲 请您去终时探探看 那边狼有没有义 我想不管是小燕姐在哪一台出现 我们都期待更适合你的节目 再跟朋友们早日的见面 好不好 我们祝这个永远的电视人 张小燕小姐快乐成功 成功美丽 我要讲一句话 赵琳上次我上次节目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今年我要结婚 今年他真的要结婚 两年 我们祝这个 谢谢 赵博士 早日成家 早日成家